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末玛丽拉克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措 国务委员杨洁篪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远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拉克蒙访华的友 外交部长 总统外事国务顾问 财政部长等 军乐队奏塔中两个国歌 明里炮21响 继续长 军乐队奏塔直播进行国建议 军乐队奏塔与国务顾问 财政部长 军乐队奏塔利与国务顾问 财政部长 军乐队奏塔与国务顾问 财政部长 军乐队奏塔至国务顾问 财政部长 随后习近平陪同拉赫蒙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一掌队 拉赫蒙是用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